印象系列精彩不停步 古色古香的苏州园林 在亚美利亚大地被完美复刻 带您探访白宫国宴家酿 究竟是如何酿制 当然也少不了美丽动人的自然风光 雄壮巍峨的胡德雪山 精密动人的阎林湖 印象波特兰第二集 带您继续游览玫瑰之城波特兰 早在1988年 波特兰便与江苏苏州市 缔结为姐妹城市 2000年 两座城市决定将苏州园林 搬到波特兰 让波特兰市民能够足不出户 就能体验到原汁原味的 中国园林美景 不仅建造园林的工匠来自苏州 园内的一砖一瓦 也均从苏州运送而来 尤其我是从香港刚来 其实一走进来了以后 慢慢慢慢的 我的感觉就觉得 好像我不是在美国 好像我是在苏州一样的 其实这个园林 虽然它的面积不大 它基本上是浓缩了苏州园林的一个精华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回廊 可以看到水泻 可以看到这个九曲桥亭子 还有可以看到石船 甚至可以看到那边还有一个比较大的茶馆 这里所有的石头都是从苏州带过来的 当时工匠们在造这个园林的时候 一砖一瓦都是从苏州运过来的 所以说所有的从大到整个的建筑 小到你看我们这个窗花呀 一些小的细节 这个一定要当地的那种工匠 才会有这样的手艺做得出来的 对对对对 我们刚才看到有很多的小朋友 老师带着他们到这边 看小朋友在里面也是很兴奋 所以通过这个园林 他们也可以更多地了解到中国了 与其说这里是个公园 不如说更像个融艺术建筑设计 自然与一体的奇观 走廊和桥梁纵横交织 平台楼阁和茂盛的植被 点缀在风景如画的湖泊周围 小桥流水 搜神夺巧 我觉得走在这个园林当中 其中一个很特别的感受 就是因为它非常的蜿蜒曲折 然后你会不断地感受到光影的变化 而且你可以看到 这些石头上面 都有我们一些名家的题词 当时我们都是请当地 最有名的一些书法大家 来为这些石头传课 所以像这种小桥流水 这是苏州园林这个必备的一个条件 对对这是必备的元素 它每一个细节 设计的时候都考虑得非常周全 没有放过每一个细小的地方 都体现了我们苏州园林的一个特色 所以蓝苏蓝苏 那么就是波特蓝苏州 对了 蓝表示波特蓝苏就是苏州 但是它同时还有另外一层意思 蓝这里就是蓝花的意思 苏就是苏醒 就是蓝花苏醒的意思 所以它给寓意了非常美的意思在里面 游览完蓝苏源之后 我们将去参观一间当地的中文学校 波特蓝对外来文化十分包容 现时许多人对中华文化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有越来越多的美国青少年愿意学习中文 这间中文学校便为此提供了良好的学习平台 我们这个是一个中文语言机构 主要是针对当地感兴趣学习中文的学生 设计课程 为他们进行中文学习的辅导 好 那老师有一个问题问你 想做一工吗 想做一工 好 给我一个完整的句子 我想 我想做一工 你呢 我想做一工 你呢 我想做一工 为了让美国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所学知识 在教学中 老师特地加入了许多具有波特蓝元素的教学内容 同学们利用业余时间学习的中文到底如何 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你好 我的名字叫弗林 我是波特蓝人 我学习中文 我最喜欢波特蓝的餐车 你好 我欢迎你 一项波特蓝人 一项波特蓝 是一座充满嬉皮式文化的城市 但是呢 也有很多喜欢书籍的人会到周末会到这里来看书 真的吗 好 那你带我去看一看 好 与其说是书店 这里更像是一个颇具规模的图书馆 方便不同兴趣爱好的读者查阅购买 各式各类的书籍被分为九个大类 并根据索引编码的方式陈列 每到周末及节假日 许多波特蓝爱书之人便会来到此地 与自己喜欢的书籍亲密接触 度过悠闲而有意义的假期 哇 你不是吧 在书店里还要拿一份地图啊 真的是需要啊 你看这个书店有多大 整个的这个区域差不多有九个颜色 四层楼 大家看一下 这个整个这个书店的这个布局 所以说你说不拿一个地图的话 你怎么能找到你想要的书呢 是的 其实你知道吗 每去到一个城市 一般我是很喜欢逛他们的书店 因为觉得一到那个书的海洋当中呢 马上就觉得好像需要自己更多看几本书 然后补充一下自己 那么来到这个书店 我还是觉得挺特别的 而且它因为它很大 而且它里边有一些就是比较少有的书啊 然后还有很多的二手书啊 是的 我看到你拿到一本了已经 我这本是关于波特兰的各种美景的照片 哇 这个我喜欢哦 其实我之前还在想 我说我走的时候要带一本这样子的这种图册 对 这个就是 著名的胡德大雪山啊 胡德雪山啊 是的 你看好美 这本是我到时候我要带走它 好 拿回去的话可以跟更多的朋友看一看 波特兰到底有多美 除了我们自己看到之外 还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了解这里 来到一座城市旅游 被家乡的友人寄回一张具有本地特色的明信片 那是再好不过了 除了浩瀚的书海 鲍威尔书店还经营销售许多周边产品 五花八门的明信片便是其中之一 来到这边呢 我觉得很亲切 因为很多地方我已经去过了 你看胡德大雪山 对 胡德大雪山 这个也是很著名的 对 这里是在日本花园里面 日本花园里面 这棵树我是在很多的这种各种作品当中都看到过了 是的 好 我选了这些卡片要寄给我们的观众 离开鲍威尔书店 杨凯决定带我们一行 来到一家中国餐馆用餐 据他讲 每当他想念家乡的味道 便会来到这里美餐一番 这里除了主营的粤菜之外 还有相当正宗的川菜 就让我们一起去尝尝 美国的中餐到底如何 看到这么多这种丰盛的中餐呢 不用自准地会有一些兴奋哦 对 我现在已经是迫不及待了啦 那这么多的菜当中哪个是你的最爱呢 生蚝是我的最爱啦 那不要客气了 快来 这个生蚝是产自于我们俄勒岗粥的 你尝尝开 它是用石胶蒸出来的 然后再加上一些葱花呢 很鲜甜 对的 尝尝这个鱼吧 这个水煮鱼是龙腻鱼来做的 不过刚才老板娘也很自豪地告诉我们说 这里是她的招牌菜啊 对 这是她的招牌菜 所以说味道一定不会差的了 对 这个唯一的有一点美国特色呢 就是说水煮鱼它用的是龙腻鱼 它的这个辣酱是他们自己做的 是吗 对 非常自重 这个很难得 对 尝尝看其他菜 哇 北京烤鸭也有 真的是 很难想象 快来 怎么样 好吃 好吃 这个是他们的手撕鸡 手撕鸡是他们的招牌菜的 对 那个鸡很有特色 是这边的走地鸡来做的 哇 这个很难得 你知道这个广东人最爱的其实就是走地鸡了 才能吃出那个鸡的那个原味来 对 所以说刚才我跟这老板娘也聊了一下 其实她呢 是广东台山人 对 然后她说他们的师傅呢 煮这个川菜已经有十几年了 对 所以说她也很有自信 那就是你们在当地的华人 是不是一般来说大家聚会啊什么的 对 或者说思乡情一来的话都会想到来这边 是的 我的生日就是在这里过得了 真的 怪不得你一直推荐我们来这边呢 享受完美时 我们将前往波特兰市郊 体验惊险刺激的高空跳伞 在波特兰户外运动 已经融入波特兰人们的血液之中 跳伞这项刺激的运动 自然而然受到了人们的喜爱 哇 我现在呢 就是在波特兰的跳伞中心 我经过很长时间这个斗争 我还是觉得不敢 看看杨凯出来以后会怎么样吧 嗨 杨凯 杨凯 有个个人的装束 现在怎么样 心情如何 激动而又紧张 真的啊 对 我刚刚进行了一个培训简单的 现在已经基本的技能都已经知道了 对 真的想清楚了吗 真的要跳吗 我这次为了印象波特兰是要拼的 杨凯可是在波特兰这么多年 从来没跳过我 这次为了我们的观众奉献了我们的第一次 初学者在跳伞时 需要在教练的陪同下进行 以确保安全 经过教练的讲解同动作示范后 便可以一起登上早已准备就绪的飞机 开始一次不同寻常的人生体验 这次跳伞 杨凯将从一万英尺的高空跳下 还等什么 让我们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看吧 妈妈爸爸 心里我爱你们 爱你们朋友们最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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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 謝謝你 謝謝你 我喜歡 真的很棒 太棒了 我的天啊 漂亮 謝謝 謝謝你 謝謝 謝謝 給我高高就拿著 就這樣 太棒了 羊海 好嗎 快說一下 感覺如何 有一种劫后一生的感觉了 现在已经站到地面上了 安全了 对 我的心现在踏实了 快跟我们说一说 从天空中往下飘 往下跳的时候 首先这个感觉真的是 特别特别的刺激 当跳出山门那一瞬间 那五秒钟 我觉得我真的是 在极速的下降 当经过这五秒钟的时候 因为那个时候 我的身上腺素已经飙升得很厉害了 适应了是吧 适应了 而且当我的速度达到了一定 一定的速度之后 然后我就觉得我是在 空气就会拖着我 我就是在水里游泳这样 很舒服 我就很享受 真的 然后那个伞这一打开 把你拉上去的时候 那个速度也很快的 是的 让我感觉 我就已经上去了 第二次 我的小心杆都已经快出来了 然后当伞完全打开了以后 是不是那个时候 就真的很舒服了 对 当伞打开之后 我也抬头看了看 我确定这个伞 没有这个 搅起来 现在没有搅起来 我就彻底放心了 对 那个时候就可以开始 坐飞机 慢慢欣赏风景了 我就可以在 下落伞上到处看一看 风景这样子 好了 你现在已经 平安地回到地上了 踩在地面上的感觉好吗 对 好 这次我是为了 印象波特兰玩命的 哇 我们的英雄啊 下一节我们将前往 波特兰周边地区 参观九富盛民的葡萄酒庄 欣赏威额壮丽的胡德雪山 还将探访美如画镜的 颜丽狐 印象波特兰 下一节更加精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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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 酒在波特兰市民的生活中 可谓是必不可少 这座人口不到一百万的城市 光是大大小小的啤酒厂 就有近百间之多 不仅如此 作为手工啤酒的发源地 这里的啤酒厂不仅数量繁多 啤酒的口味也是五花八门 来 干杯吧 因为你知道我平时呢 我不是很会喝酒 所以说刚才问这个老板的时候呢 我就让他给我推荐了一款呢 就是比较适合这种初学者 或者说像女孩子喝 有一股果味的一种 比较适合我 果味比较清淡对吧 对对对 你应该平时经常喝吧 有些时候和朋友聚会的时候喝一下 我听说波特兰人本地啊 他们这种本地人呢 更喜欢喝一些比较strong一点口味 对对对对 比如说带有一种烤的味道啊 或者说更苦一些啊 酒精度更高一些啊 这些是比较适合他们本地的 你知道吗 在波特兰这个地方啊 它大大小小啤酒的厂 它有大概六十几间 那我们现在的身处的这一间呢 就已经有十几种的口味了 那是不是每一个酒厂 它都有自己 起码有十几场 你这样子呈出来 哇不得了哦 对有大大小小三百种 数十种这样的口味 是是 一定能找到自己喜欢的口味 在波特兰人 手工啤酒 其实这几年 可以说波特兰人是它的一个发源地了 是的 但是这种文化 其实已经越来越广 向外传开去了 来 继续喝一口吧 Cheers Cheers 波特兰南部的维拉美地河谷 曾是开拓先驱的理想目的地 这里土地肥沃 气候干爽 十分适逸农作物的生长 正因为如此 这里成为了葡萄酒庄的理想选址 今天我们便要前往两家 各色特异的酒庄 探访其中亮智的秘密 这次 Teresa的好朋友Bill 也将和我们一起探访酒庄 首先 我们将要探访的潘纳酒庄 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位于切哈姆山谷的酒庄 成立于2005年 这里的红葡萄酒 选用来自法国波尔多的黑皮诺葡萄料制 这种葡萄中的贵族 原本只在法国波尔多种植 但因为波特兰与波尔多气候相似 爱酒之人便将其带到了此处种植 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 它这个地方的一个独特的东西 就是出这个黑皮诺 为什么呢 就是说它这个地方的气候和土壤 特别适合于这种葡萄来长 所以就是在黑皮诺呢 在这儿就是等于是长得非常的不错 所以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黑皮诺是一个非常娇贵的 这个一个品种 所以它对这个气候啊 土壤啊要求特别多 你到黑皮诺的酒庄啊 它一般都在丘陵上 然后都有一个 对 绵延起伏的一个变化 对 所以一般的来说 酒庄的风景都很不错 是 完成采摘的新鲜葡萄 经过破皮去梗之后 便会放入事先备好的不锈钢酒槽 制成中完成净皮和发酵 通过搅拌 使葡萄汁与葡萄皮融合 使葡萄皮中的芳香物质释放 整个过程中 搅拌的次数 发酵的时间 均由酿酒师操控掌握 可以让你试试一下吗 是的 所以我们会拿这些材料 然后我们会刮 刮 然后我们把新鲜葡萄 刮 你喜欢试试吗 好 所以 好深啊 这下面 很好的锻炼 这样我也是亲自参与了酒的过程 酒庄的品酒室 采用了开放式的建筑设计 坐在草坪上 映入眼帘的 并是成片的葡萄园和山谷美景 这次 我们将品尝的是维欧泥干白葡萄酒 据说这款葡萄酒 刚刚参加了一项大型活动 究竟是什么 让Teresa来告诉你 这款酒的故事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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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的一道酒 其实这个酒 除了主席来这边的时候 在国宴当中品尝 奥巴马的夫人Michelle 其实她是很喜欢这款酒的 据说在白宫有很多的宿舍 她都是用这款酒 所以这个酒 比如它的产量 只有一年 只有一千一百项 所以你想多有 也没有了 那这还真是很少 对 所以要买还得赶快买 几个人就能够 把他都放掉了 来 Che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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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接着 我们来到了一间 具有拉丁风情的酒庄 在平时 酒庄的主人 Klyda医生 是一名医术高超的 神经外科医生 私下里 酒庄便是她的一切 因为对家乡文化 和葡萄酒的热爱 1983年 她买下了这一片土地 建成了这个 具有古巴特色的酒庄 取名为Cubanismo 意思是非常古巴 我们今天来试的是 对于酒 非常有passion的 这个Dr.Klyda的酒 我试的这种 是Rosé 其实这是我平时 特别喜欢的一种酒 那其实这个酒 有什么特别呢 Rosé wine is a beautiful wine that's made out of red grapes but the grape is left with the juice for less than 24 hours but it is an elegant wine but because it's more playful more light 你们两位试的都是他们这边的这个白酒 觉得怎么样呢 对 非常好 它这种白酒 就是Pinot Gris 是非常 就是叫干 非常干 干白 very dry Pinot Gris 对 它就是说 也是这边的一个特色 但是呢 它就是在 Pinot Noir 就是在这边出了名以后 Follow下来以后 才开始 慢慢慢慢地在这个地区 也非常的就是 宝贝了 OK Che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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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酒室的每一样摆设 都体现着Claida医生 对家乡文化的怀念 除了对酒的热爱 Claida医生 还十分热衷于家乡的音乐 以及舞蹈 在品酒之后 Claida医生 特地邀请Teresa 共舞一番 休整了一夜 我们将继续我们探访波特兰的脚步 胡德雪山是俄勒岗州的第一高峰 海拔3425公尺 即使在波特兰市内 也能见到它高耸入云的英姿 沿着26号公路驱车前行 便可以直达胡德雪山 欣赏巍峨壮丽的雪山美景 这里就是著名的胡德大雪山 杨凯 但是好像和我想象中还是不一样 你看人家图片上多漂亮 因为是这样子的 其实Timberland的胡德大雪山 这里的话 最漂亮的季节是在2、3月份 其实我知道 胡德大雪山也是全球 除了富士山之外 第二大一个登山的热门的地方 我刚才一下车的时候 我觉得很兴奋 第一我看到了 我梦中的胡德大雪山了 另外我觉得这里的景色好漂亮 你看那边满眼起伏的这些山脉 其实我知道这边 其实这个山脉当中 有很多很多的火山 然后每一座山 可能都有它自己的 不同的景色 在雪山脚下 有一座建立于20世纪 30年代的旅馆 为前来征服雪山的人们 提供食宿 及意外发生时所需的研柱 现时这里已经变为一家滑雪度假酒店 这次Teresa将与两位好友一起 享用这里九富盛民的地道美式自助午餐 在雪山美景的陪伴下 畅聊两位在波特兰的故事 那么今天我们又多了一位彪大哥 他其实之前的朋友们可能已经见过了 但是大家知道吗 其实人家是一位当地知名的医生 是一位麻醉师来的 别那么客气 而且通过这几天的相处 我觉得这个彪哥其实呢 他的这个知识非常的渊博 他对于波特兰乃至整个的 这个俄勒冈州的了解都是 因为我们同事的话形容是一个移动的活字点 你们都已经把这里作为你们的第二故乡了 那么作为第二故乡 你们对这个波特兰 对于欧里根 你们的理解 对于当地人 你们的这个感受 我想请二位来谈的话 应该是最贴切不过的了 其实呢真喜欢自然的人呢 到波特兰 到欧里根 是非常就是 就真是属于如鱼得水 这个地方呢 就是在在美国哈 就是这个欧里根这个州哈 是他们地质地貌最多样化的州 从从自然上面来说 有很多很多的就是户外的选择 所以你今天是看到雪山 你可以登山滑雪 然后呢 这个波特兰的周围有很多的湖泊 有河流 然后波特兰的就是往往西一走 就是太平洋 有海岸有有沙滩 非常属于是户外活动人的天堂 天堂 这个词说得很好 天堂 时光荏苒 湖得雪山就注立在那里 守护着来到这里 一批又一批的开拓者 阎陵湖静静躺的山下 映衬着雄壮巍峨的湖得雪山 如同一幅美轮美奂的风景画 哇 见到这个湖 湖面这么平静 然后呢远处看雪山又是另外的一种意境 其实在休闲假日的时候 你们当地人真幸福 就是开车很近就可以来到这边 远处的地方呢 还有那个让你野餐的餐台啊 凳子啊 或者说站在这边欣赏一下这个湖光三色 或者呢 就是你看有人远处在湖里边在垂钓 其实真的是很怡然自得的感觉 是的 其实啊我发现做节目和我们看到的节目真的是不同的 完全不同的 这次我是深有体会啊 我也希望呢通过这档节目让更多的人了解波特兰 欢迎大家以后到波特兰来旅行 那其实这个湖的雪山呢 是以前西域的这个拓荒者来到这个波特兰的时候 他们把这里作为一个地标 可能在很远的地方你就能够看得到这个湖的雪山 所以就朝着这个方向走 那我想这么多年 可以说是湖的雪山在这里可以是静静的也见证了波特兰的发展 这次是湖的雪山在湖里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